大家好 互聯網家是什麼 互聯網家就是一個新的商業 是一個因應網路變化所產生的新商業 我們目前市場上看到的大部分 其實是加互聯網 不是互聯網家 加互聯網指的就是把互聯網拿來當作是工具 那互聯網家呢 就是把互聯網的思維 實際的應用在你的企業上 舉個例子來講 無印良品 它從一開始發展 它是一個百貨業 但是面對社群 它理解了社群的需求之後 它就發展了書店 接下來在跟社群持續的溝通之後 發現社群需要的是一個 另外一種新型態的餐廳 那這樣的餐廳在市場上是沒有的 接下來呢 它又繼續發展了旅館 然後最近又開始買賣了農產品 你可以從它的發展過程裡面 仔細的看到它提供的每一項服務 都是非常精準的面對它的社群的 所以它不是從業態的擴張 它是從社群的需求 角度觸發的 所以這樣的邏輯建立之後 它的商業生態的強大性跟它的價值性 就會相對非常高 所以這是我們這堂課主要要講的 互聯網家的概念 如果你還想理解更多的互聯網家 這堂課則是一個 我們所有的投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